欢迎锁定这个小时的台湾大搜索 我是洪淑芬 前总统李登辉辞世 是不是比照国葬规格 受到关注 由副总统主持智商大员会议 而其中的五院院长 都是成员之一 对比依照国葬法精神办理的 已故总统严加干 规格相同 而回顾1948年修订的 中华民国国葬法 连两奖都没有适用这最高荣誉下葬 第一个原因就在于 第七条写明 是要在首都责定地点设置国葬墓园 而当年中华民国的首都 被任地是在南京 如今今不符合政治的现实 而另外还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只至于到现在将近半个世纪 两奖都无法入土 而其实在中华民国 撤迁来台之前 国葬一度被当作是一种政治手段 像是民国第一位国葬的 蔡俄将军受到此殊荣 就是为了要消弭袁世凯的势力 而另外还有一位神秘人士 他曾经受到了蒋中正的特许 接受了最高荣誉的国葬 葬在南京之后切勿来台 而外传后代拿他的青天白日勋章 去和政府交换条件 导致已经成了骨骸的先人 遭到了点关 撤销了国葬 但真实是如此吗 带您生命最终 民放21响礼炮 最高礼遇 送别最高元首 国葬代表国家 对往生者高度遵从 在世界各国都存在的葬礼规格 当时世界各国能够列入国葬的 列宁 印度就干地 土耳其就凯末尔 但是罗斯福就进不去 罗斯福就不能国葬 为什么 因为美国人认为国葬还是要对国家有非常大的贡献 中华民国国葬法第一条就是有特殊 勋劳或伟大贡献的国民才能获死殊荣 事实上在一九四八年国葬法修法之后 就从来没有援引国葬法巨型国葬 二零二零年七月三十号 中华民国首位民选总统李登辉此事 是不是能再现最高规格葬礼 一路沿着戏纸五指山的国军示范公墓开去 蜿蜒的柏油路上 桥面重新粉刷 耗制换成新的 连塑胶包装都还没拆 进入国军示范公墓 传出李前总统要长命的地方 就是最高处正在施工的特训区 国防部给我们的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我们只是在做水保工程这样 进行油漆粉刷的军人 表示没有接获这项消息 因为不是军人身份的李登辉 是不是会被下葬在国军最高穴位 特训区一直有正反两面的意见 可能有国光勋章 或是青天白日勋章 这个非常高阶的勋章的人 那你就有这个资格 去葬在这个特训区 因为总统是三军统帅 所以在用军事的体系 来角度来讲的话 他能够下葬在那里 也是非常合理 登上差不多高的位置 如果这块施工处 确实是李前总统的幕位 角度坐北朝南 视野辽阔 能够眺望台北市还有北海岸 而其实以总统身份 下葬于此的首例 就是严加感 时空回到一九九四年 前总统严加干一临下葬 当天降伴起一天 场面庄严 日商大员在门口门外迎领 有二十一位 那李登辉还以总统之居 到场去制祭 明了二十一响礼炮 二十一二十四辆的摩托车 宪兵摩托车在前面开岛 而以规格来说 二十一位至上大员里头 包括五院院长为严加干执服 但不同两奖葬礼 由继任总统亲自赴旗 严加干则是由赴旗首大员 来覆盖国旗和国民党旗 这个很有意思 因为后来我们的国葬法 不管怎么修 可是国葬墓园跟仪式 那个都没有修过 所以如果李登辉下葬的时候 也要盖党旗 这个他不知道会不会同意 如果以当年国葬法修法为基准 确实让生前所属 台湾团结联盟政党的李登辉 满尴尬的 因为当年以党治国的时空背景 没有料到会有不同党的元首问题 幸好国葬仪式 已经在1971年废止 如今依国葬法第五条 仪式是由总统命令行之 不过回到两奖时期 遇到的麻烦又不一样了 那这个国葬法里面就有规定说 这个国葬要在中华民国的首都 而且要在首都建立领寝 因为这个法规定下去了 刚好是国共内战 然后我们中华民国政府 后来在内战中移到了台湾 这个首都应该要以 永久首都为优先 但是台北显然不是永久首都 因为我们还要反攻大陆 当年立法时的中华民国首都 是在南京 也因此像胡适 余又任 还有白重喜这些党国大佬 都无法举行正规国葬 甚至连蒋中正本人也无法料到 自己也不能以国葬法下葬 决定战错父亲之灵于慈湖 以带来日光复大陆 然后再奉安于南京紫荆山 翻开蒋经国整理父亲的首闸日记 透露蒋中正过世后战错的无奈心酸 但是他也不好说我们现在首都在台北 因为他就会丧失他的法统 战错其实是我们讲这个丧礼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现在可能时辰还没到 所以这个棺木站错在哪里 一心想和孙中山 合葬在南京紫荆山的新院 象征反攻大陆成功 但在无法进退的办法下 先暂时在桃园大西的行馆 慈湖扶关 一陵当天更举行了空前绝后的盛大葬礼 智商委员就包含党国 行政体系 军事体系 那这二十一个委员要轮流来护零 等于要值班就对了 那并决定蒋介石的怡荣 开放给国人来瞻仰 根据统计 瞻仰中正怡荣人次高达两百五十万 而光是林车车队就有九十九辆 包括国旗车 党旗车和统帅旗车等组成 由宪兵队开到一路 车队更载着两千多位的直服人员 我那时候是国小五年级 就住在重阳路就是高速公路旁边 学校的老师还带队 叫我们穿着这个白色的衣服 我印象很紧 跪在重阳路上迎接这个林车 要上高速公路 万人空向的民众跪倒在路旁的激情 在全民一定得以示哀痛的情况下 只能看黑白电视 全国各娱乐场所停止一个月 而军公教人员都要待笑 各个部队每隔半小时点名放名号 早就远超过正牌的国葬法规格 1988年蒋经国逝世 和父亲蒋中正一同辅官 奉措在桃园大西投辽宾馆 等待下葬在行中的首都南京 显现收复中原的决心 其实从未在蒋家市去 解研了以后 整个政治氛围已经变得很自由化 然后大家也慢慢的开始思索一件事 就是反攻大陆这件事情 好像已经不太可能了 首都问题渐渐不是问题 2004年蒋经国遗孀蒋风良就曾提议 不如让福官半世纪的梁蒋 下葬在国军示范公墓 也因此在五指山新建蒋林 让梁蒋入土 战错是我还没有入土为安 那我现在已经把你入土为安 将来有一天又我们又统一了 如果衣服我们统一了 那我们要把它挖开来 那这个叫做绝祖本 这个绝对不能用了 所以当时争议就是不行啊 而无法实施国葬 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关键 就在国葬法第七条 台湾根本没有国葬墓园 那大概是在1980年代末期的时候 有这样的讨论 做一个国家墓园 真的这个内政部什么都 就有开始去调查 有一些动作了 真的在做的时候 要推的时候就出现很多问题 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就是 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家旁边 就是公墓 原本锁定国家墓园的地点 是在桃园炉竹这片空地 不过80年代 全台新建高额夫球场风气兴盛 原本国家设定的征收费 被翻炒了十倍 因而不了了之 包扬功勋战将困难重重 用国葬的形式 一个很盛大的方式 不但是宣传也是一种 政治斗争的一个手段 以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 国葬掺杂的政治斗争因素 远比包扬来得多 中华民国第一个 以国葬法下葬的蔡厄将军 就是最好的例子 那当时因为刚刚好 就是提出这个国葬法之前 就刚好是袁世凯倒台的时候 他坚持的那个价值是帝制 可是我们坚持的价值是共和 那创造共和 维护共和的人是黄兴跟蔡厄 政府也觉得说 好 那我们来包养一下蔡厄 黄兴这些人 其实他们没有认真要做 时间续拉近离现在不远的1995年 非军系党政出身在泰国清脉 克死异乡的歌手邓丽君 也是一个隐藏版例子 上午九点开始进行攻击仪式 台湾省省长宋楚瑜担任主机关 邓丽君过世 时任总统李登辉更颁发包扬令 表扬他的爱国情操 还有演艺成就 那时恰逢李登辉要赴美访 康乃尔大学的前一个月 政治感超越一切 到场致哀的包括连战 郝伯村 蒋仲林 还有陈水扁 他还有覆盖党旗跟国旗 等于灌溉云旗 当时的所谓的副总统联战 还有这个郝伯村 这些人都有去 李登辉以元首身份 准许邻就上覆盖国民党旗和国旗 而夫旗手则是吴伯雄 许水德等政坛要绞 电视台更破天荒的直播邓立军 以领下葬 等于邓立军 他智商的规格 没有是国葬 但是有类国葬这样的一个处理方式 邓立军控遍全亚洲 大陆当时更有一句俗语 白天听老邓 晚上听小邓 于是震撼两岸的一枚巨星隐落 混杂了浓厚的政治色彩 以类国葬让身份三级跳 不过在中华民国史上也有后代犯错了 让瘦狗狗葬的有功战将死了 还被贬官的传闻 蒋介石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 全部在徐邦会站被打垮掉 那黄柏涛那时候就被围 被围他就举槍致敬 那蒋介石很痛心 他也觉得他非常的忠勇英烈 所以就让他当时就是举行的一个仪式 就是让他葬在南京 黃柏涛将军殉职 获得蒋中正颁发青天百日勋章 为皇家追风荣耀 举行国葬 却因为黄柏涛的长子黄孝仙 和情人发生纠纷 持枪杀人 遭判死刑而有了重大转折 当时他的家属就要用 青天百日勋章 那这个攻击 等于说可以抵消 他儿子的处死的判决 据传 黄柏涛的遗孀 拿着青天百日勋章 跪在蒋宋美林的面前 才得以解决 甚至传出黄柏涛的国葬礼遇 也被取消了 所以现在黄柏涛是在 他没有在特训区 很特别 他在上降区 不过国防部曾否认取消 或降级的说法 仅称特训区是五指山公墓 启用五年之后才增设的 是否搬迁得尊重家属意愿 人说逝者最大 但在国葬这项学问上 却是被生者蕴藏了权力和整治 时至今日 凡文入节是不是还要拘泥 随着李登辉前总统的往生 再度浮上台面 执政单位的一举一动 既敏感又受瞩目 再度浮上台面